大家好,我是小煞 9月这个月不仅大家开学了忙 小煞工作也忙起来了 所以更新都比较晚 小煞表示很抱歉哦 还请各位同学海涵 你们一大早起来看就好啦 上次不是说了暗影家族植物 一个一个来嘛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毒硬菇 毒硬菇冷却时间10秒 阳光消耗50 攻击模式 僵尸将毒硬菇啃食完毕后 僵尸将进入中毒状态 如果僵尸啃食的毒硬菇处于暗影状态 则啃食毒硬菇的僵尸会传播毒硬菇的毒性 即当有其他未中毒僵尸经过该知之僵尸时 它就会直接中毒 该传染能力无次数上限 在30秒后上尸传播能力 进入普通的中毒状态 攻击属性 其实我对于毒硬菇倒是有一番思考 你说这植物究竟是毒液还是暗影攻击呢 应该叫暗影系所属的毒液攻击植物吧 生命值变化50、75、100、125 一阶基础攻击力45一秒 持续中毒30秒 二阶攻击力上升至67.5一秒 有10%概率在被吃掉后 使本格僵尸被击退一格 三阶攻击力上升至90一秒 有20%概率被吃掉后 使本格僵尸击退一格 四阶攻击力上升至112.5一秒 重置是有25%概率释放大招 大招效果 使全屏僵尸进入持续30秒的中毒状态 再次释放大招会使僵尸立刻受到剩余伤害 并解除中毒状态 专门效果 毒硬菇的所有毒素颜色变为绿色 大招的伤害上升至27x1加植物接触一秒 且会使进入中毒的僵尸减数 触摸关卡 活动世界第27天 主要获取途径 原木任务 植物探险 转经碎片等等 挺友好的 仔细看都是平民获取途径 当然很多活动的副位也会有毒硬菇 提起毒硬菇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啥 小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他的百分比毒啦 不过实在是不实用 具体的方法也说过很多次啦 装扮大力局和装扮毒硬菇一起使用大招 会产生一个百分比混毒效果 但因为比例才1% 而且耗费的能量斗是巨大的 所以至今无人在 无尽中运用于实战 大招能够使全场僵尸中毒 不过如果没有进入地图格子 那么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其实中文版的毒硬菇 是被削弱了的 国际版里边咱们先来看一下 不是法老僵尸的棺材 直接就毒掉了 也就是说 国际版的毒硬菇是无视防具的 而中文版呢 还是用法老来演示 大家能够看出明显的区别吧 法老僵尸先是棺材烂掉 然后才会爆笔 植物总结 这是一株披着暗影席的毒液植物 明明可以靠研制混返 偏偏用实力过招 世界之后用来减速僵尸 特别的好用 在无尽和攀锥中也都能用上 获取途径简单 世界非常容易 所以有时间的同学 最好都生至世界吧 关于毒硬菇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大家对于毒硬菇有啥想说的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万物皆可测评 我是小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